他走呢 别说了 想思虐 刚才思虐的孙老师 说了一段自己家的家事 家的事都变成故事 为艺术献身啊 你说那秦郎是怎么说 说的不错 下去休息休息 或者那边还有一点 其实呢 其实你说 给大家伙说段卖腹肉 其实这个节目呢 很老 但是呢 你也得说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写了卖腹肉 咱就得说卖腹肉 所以说演员得义务负责任 这个 怎么讲呢 什么事啊 都是因为财而起 有这么一句话啊 见财体 亦是见地忘义 这个钱呢 要说的是好东西吗 还是好 你说咱干什么都得用钱 穿衣服 得拿钱买 听下来 花钱听 啊 你喝这茶水 也得花钱 你说没钱那是不行 但是这钱啊 你得看怎么支配 有这么几种人啊 这支配钱 就感觉就不一样 比如说吧 有财主 有财奴 有财烧 有财迷 他不一样 什么叫财主呢 就是 钱财的主人 我拿这钱 我能支配的 比如说 我兜只有一万块钱 我是财主 我能支配这钱 拿这一万块钱 直接问星光天地 买一条瓦萨系的西口 怎么办啊 不赖了 穿着走 去哪 菜市场 买菜去 咱就敢支配 买完菜 丁一大刀的东西 累了怎么办 你说 怕碰着 怕刮坏了 没有 想哪好坐哪 好像是一坐 倒牙子上 倒牙子上 啪一坐 一点事没有 不再说有个心疼 心疼那裤子多贵 一万多块钱 没有 你要说站起来 不小心 挂了个口 不要怎么办 裤子不要了 抬了 俩裤腿 改俩套袖 你带这个 就是支配钱财 钱财的主任 财主 什么叫财烧呢 有点钱啊 心里边 在痒痒 恨得这钱 哎 别丢了 烧包 就说这种人 好歹也有 孙玥 你看大胖身子 跟大傻子似的 搞啥真就是 而且一张登登登登的 不舍得花钱 你能够媳妇出门就得待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破成十张十块的 显得多呀 显得多呀 天天揣着这一百块钱 十张十块的 走到哪儿 混都得套得钱不钱呗 一百块钱 还有 十张十块的 零号 是吧 零号 那值钱是吧 上去毛主席的表情都不一样 那就是假钱 那就是 有钱爱好家伙 没事就拿着来看看 看看这 毛主席 喜怒哀乐 有没有 大口河山有没有什么变化 河流干枯没干枯 你看 老得看这些 走哪儿了得熟入 买瓶水 给人套来 啪 说一下 摘一套 没过一会儿又想起来 摘套 摘了 摘了都没有 一个多礼拜 钱花不了了 你扔白纸了 你说这 这不叫清明 财烧 还有什么呢 财迷 有 后台有 我们后台什么人都了 谁呀 云 云 财迷 好家 云汉 天天开汽车来 你说 后台 我们喝那个矿瓶水瓶 就像这个 赶紧喝 喝完给它留着是吧 这都有用 是吧 学生说了 攒七十个瓶子 能加一升油 当然现在得七十四个了 因为油价上涨了 不但是 这后台连水瓶 天天后备车 因为各的都是 各的都是钱 没有 全是塑料瓶子 后座上 全是塑料瓶子 踩着不是瓶 不占地 踩着滑好了 哟哟哟 天天活动 废弃收购站 好像 轮扫成价 五环以外的 可能贵三分 五环以外 那时候 搬那么老远 卖瓶子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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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现在收徒弟了 打着徒弟 到各个剧场 只要一散场 徒弟下去 演瓶子去 演完瓶子 袁浩 比如说 跟多元社演完出 把多元社的瓶子演完了 开车到张远 张远 张远徒子 已经递好一刀瓶子 等着师傅来接他了 哎 接到这来 哎 不够大大 那也够啊 奔虎广配管 接上之后奔三里团 然后奔 你回家了 奔你回家 到处把瓶子卖了 你说 哎 就给你加点点油 那您要说 没有财母 什么叫财母 守财母 您说的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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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干嘛不花 舍不得 门道说没有 有着有着 这我也是听谁说的 哪儿呢 北京 南家 大兴 旁部庄 有这么一户人家 我说 听谁说呢 听我这师哥李云杰说的 因为他是胖部庄人 祝幸福 祝幸福 传姐 啊 这都是他们那儿的话 啊 那儿怎么这么一家人家 家里边有钱 你懂啊 农民都有钱 从过去老家来说 那就是 大财主 反正是 家里边的房啊 三进的四合院 按理说家里够有钱的了 三进四合院 良田千九 树木成林 米面成仓 维坛成仓 这不是他们家的 就是 就是有钱啊 家里边的 粮仓里边 粮仓多的 都是满的 老头啊 就是有钱 你弄三进的四合院啊 没听说家里边 过过用人 都是老头一人打扫 老头都不知道 身体也好啊 跟牛足似的 天天啊 一睁眼就是干活啊 啥啥干活 老头呢 有三个儿子 老大 老二 老三 姐姐 老头穿一扇的衣装 给老大 老大穿不了 给老三 老三穿不了 烧了 再这回去 那蹭个蛋就蹭不去了 老头姐姐 您咱们家里边 按理说啊 花钱花个钱 顶多就是吃饭 穿衣 也就无非这样 吃上面 太节奸了 家里边 你说 撒大小伙子 按理说 平常 最多 隔一个礼拜 咱吃微肉 这不为过分啊 老头可好 半年 能见一会婚信 平常吃饭 怎么吃啊 大柴锅 搁上水 烧开了 家里边我们的白菜 切两道 往柴锅里 啪一放 放完之后呢 撒点盐花 拿那个 油啊 倒了一几滴油 这就出锅了 这没法吃 那孩子没有油水 早上起来吃早点 更要新鸣了 弄点粥 弄点馒头 这就算对了一个 那孩子嘴里没有咸家味啊 爸 您说我们这一天过 没死没死 这日子没法过 老头也脏了 这怎么办 商丢必居啊 买这么大个 就是一咸那鸽子 哇 荒凉 干什么啊 喝粥的时候 喝一口粥啊 看一口这咸那鸽子 啊 这你嘴里就是咸那味儿了 是吧 喝一口粥 看一口那那鸽子 每天啊 这早上起来喝粥啊 他治静悲病啊 各位 喝一口粥 拿一口 看一口 喝一口 看一口 喝一口 看一口 那天啊 老三喝一口啊 看了两口现在鸽子 他把胎肉 确实老三 背家子 人都喝一口 看一口 喝一口 看一口 你喝两口看一口 你不怕闲死啊 啊 他说这不是人话呀 喝两口 看两口 喝一口 你不怕闲死啊 啊 哥仨瘦不了啊 您说这日子 都是孩子啊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这老喝肉 老失败的 他没劲 着急啊 怎么办 哥仨也有毒 老头啊 每天早上 天蒙蒙亮的时候 背个筐子 拿个粪铲子呀 出去十分 您说家里都这么有钱 老头还出去十分呢 出去十分呢 这一十分啊 可就是一上午 哥仨呀 打的时间差 老头一走 老三就起来了 哥哥 二哥 咱爸走了 咱赶紧了 咱弄点什么好吃的 家里有粮食啊 搓了几麻袋粮食 出去快吃进去 哎 肉 油 菜 想吃什么吃什么 哥仨跟家包饺子 剁馅 三个 搓馅 大 杆 包 哎 老三跟这煮 哥仨小配合团队啊 哎 弄得了 刚要吃 坏了 老头回来 怎么呢 我怎么想起来呀 自己家这份还没吃呢 回来先把自己家这吃了 哎 再出去吃别人的去 正往回走 到门口了 哥仨刚要加快 刚要吃 老三就坏了 这别吃了 怎么了 你吃你呢 你别着急 这还没占醋呢 别占醋了 别占醋了 怎么了这是 瞅瞅瞅 咱爸回来了 啊 咱爸回来了 没事 老三 你先蘸点辣椒油去 你先蘸 别蘸辣椒油了 哟 不是 你这儿 这 要排的时候 我是大哥 你们哥儿俩先吃了 就给我包两盆算 老大真有主意 这门口啊 找一个主播去 搓了呀 两拨的黄豆 倒到院门口了 啪 老头刚搭远兔回来 一看搓 门口 这一地的黄豆 这是谁家干的 啊 这不我们家吗 这是谁干的 这不是叫了我的亲命吗 这怎么能行 这是谁干的 这是我儿子 我给他撕不撕不撇一斤 把这筐 搁在这 一下不行 这个是 这个是分空啊 搁里面红豆用不了啊 把自己的大褂撩下来 家里一勤筋 算好了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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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边捡 老头足足捡 在篱下午啊 再瞧这鸽撒 中午觉子睡醒了 呵呵呵 呀 跟老头儿斗智斗勇啊 要说呀 人吃五股杂粮 就没有不得病了 老头儿啊 剪天天的 过得那么贫 对吗 也不见婚姓 身体的支不住 这营养的上不去 现在他讲的这个 营养搭配 米面油烟 就什么都得吃点 老头儿一天天 清单瓜耳的支不住 医病不起了 各仨着急啊 你说 老头儿 这么多年 存了这么多钱 放哪儿了 不知道啊 也没个 银行里也没个存折 也没有说 来个 银行卡 微仨 没有啊 老头儿 家里也没个泡子鸡 你说 钱都存哪儿了 也着急 怎么办啊 得救老头儿啊 赶紧把这钱分出来啊 家里边 怎么办 也没有钱 干脆把贷子叫 请来大夫 到家里大夫 你看 你给我爸爸支持吧 现在都开始说胡话了 你知道啊 这您得支持 这钱哪 肯定短不了你的 你瞧我们家这么大产业 到时候十没钱呢 分金两斤平房 你一卖好几百万 我告诉你现在 有钱呢 行吗 您给我们先治治 那行呢 错不了 我们给你们先治治 这个 一号卖 这个老头儿 怕是不行了 要要死 别要死啊 您赶紧想想办 您给我们治过来啊 您问这钱在哪儿 好给您的钱 嗯 这么着不 咱 来一剂狠药 什么药呢 打一针 强心针 您看怎么样 多少钱啊 一万块钱一针 您看 你打了 你要不打的话 我给他走了 行 打这针 一万块钱一针 先打一针 一万块钱一针 上好针 找着老头儿那屁 噗就算 嗯 对 再瞧老头儿 登就坐下来 好家伙 爸爸 您看说 您看说 这钱 钱 钱在哪儿了 老头儿一指 西屋 哦 钱在西屋 西屋这 灯怎么没关啊 谁问你灯的事儿了 问钱在哪儿了 再瞧老头儿 不登 我打来了 这不是要我亲命吗 大夫大夫 赶紧 再扎一针 再扎一针 大夫上好针 嘟 走你 又扎了一针 都疼了 坐下来 我说你哥儿仨怎么意思啊 这不要钱是怎么着 一针一针打 我说爸 我们就先问问 这钱在哪儿 哥儿仨都坐好了 都踏住了 钱 我准告诉你们 我先问问 我死了之后 你们哥儿仨 怎么发动 老大 你先说吧 老大一琢磨 你说我父女这一辈子 可够不易 至下这么多 方态地业 论吃 没吃过 你说什么叫燕窝 什么叫鲍鱼 九尺长的龙下 他没吃过呀 你说论川 什么叫瓦萨的 G3C SLA哭泣 他没瞧就过呀 怎么办 干脆的 父亲 我有助 您这一辈子 哪真是不容易 我决定 打您死的那天起 从身到下 给您换个事好来 脑袋上 跟您来一个海龙的帽子 啊 说你滚 这不是他妈下去了 海龙的帽子 我这鲜烂得不快 是不是 您别生气啊 别生气啊 我来水晶的棺材 来水晶的棺材哥里 来海龙的帽 哎 带一大金链子 什么呀 大金链子 十个我知道 都涂了 这个金的 带大金戒 一手一个带把子 身上啊 SV的衬衫 枯起的西装 来一个 刮那的腰带 腰带在这下 哎 好腰带 西装 西装 西装的 哎 鞋都穿上 好鞋 喝马子皮鞋 都给您穿上 哎 都给您穿上 哎 怎么样 咱呀 在大半 我呀 请那个 请来这个 吹过头 问您好好办个这事 然后让那个 雍和公大王给您念旧 咱呀 代客无收礼 请七七四十九天 您看怎么样 啊 当时已经 哈哈哈哈 滚 生气呀 气的呀 有你这么造的吗 啊 我说这钱都不得你造的呀 老二你说 老二看 大哥 这么扑张浪费 我爸都不高兴 老三弄着 咱呀 也别这么浪费 干脆 我呀 咱家呀 咱家呀 有那个富裕的良心 找一双耳 找一双耳 双耳的 宽的 找一双耳的 我呀拿着良心 给您裹起来 随便呢 刨一坑 我就给您埋了 您看怎么样 他爸爸一作 嗯 也不好 老三 你说 老三 激烈 孩子就是小啊 新鲜耳朵呀 办 下人主意 你想大哥 这么扑张 这么浪费 我们老头都不高兴 二哥这么节俭 老头也不高兴 怎么办 我有主意 爸爸爸爸 你先别着急 我大哥说的都不是人家话 哪能那么花钱 对不对 啊 二哥也是够确得的 拿着一副良心 给咱爸们打的了 啊 真的能听不听 爸这么着 一我呀 您死了之后 咱呀 不但是不用花钱 咱比爷们还能 挣着钱 还好于呢 站起来了 老三 哎 你过来过来 他说这事 他还能挣钱呢 这怎么回事 爸我脚了吧 就啊 您现在这身子骨 就是您再瘦啊 我脚了 现在您这个分量 也短不了 九十斤吧 啊 等您死了 我呀 把咱们家那个 匹匹人那把斧子 我先给磨磨 磨得正光 我呢 吹毛鸡蛋 这斧子磨得磨得之后呢 我先把您卸 我先把您卸 下去呢 他先跑到一边搁在外 把您卸完之后呢 我呀 找个大柴工 把您就搁锅里 先贴给血磨 这大的血水啊 我再撇下去 多搁葱香蒜 多搁锅蒜 多搁锅蒜 哎 多顿些日子 冻了三四天 冻得了之后呢 我呀 骑车 出去卖去 现在外面这酱牛肉啊 三十一斤 咱也甭多了 咱就 也甭三十 咱二五一斤 您算 九十斤 抛去 新干费的下午 您怎么也得剩个 六十来一斤 再缩点水 五十斤 怎么也够了 二十五一斤 你算了 这就卖多少钱 老头一算 你算了 二十五一斤 一斤二十五 两斤就五十 两斤是 十斤就二百五 钱不少啊 钱 钱 钱是不少的 爸爸 您说我这主意可等着 孩子 这主意可出来 但是咱可说好了 卖肉 你可是卖 你可奔西装去 别奔东装去 爸为什么不让奔东装去 你忘了 你舅舅住东装 他吃肉不给钱 嗨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好 Jessica 谢谢 谢谢大家